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接受港台節目訪問時 就說到一件事 開始放風 就說立23條是必然的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如果香港市民認同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就必須立23條去維護國家安全 如果市民不同意的話 就會觸及到中央的底線 他還說到相信香港市民是理性的 不會反對維護國家安全 但是就認為現階段應該先去止暴制亂 不適宜立刻來推23條 即是他暗示了一件事 當這個示威浪潮開始慢慢退卻的時候 這23條可能會隨之而來 即是一正下來的時候 可能就會動 當然立23條的手影 就不單是葉國謙一個人放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林鄭在北京述職的時候 就被新華寫一篇新聞稿爆料 就說他曾提出了特區政府下一步的工作設想 到底他的工作設想是什麼呢 他從來沒有向公眾公開交代過的 但是當他去完述職以後 就是連番獲得習近平的力挺 是不是 多次又跟他握手 在澳門又召見他 而且去到就職典禮的時候 回頭看到林鄭都特地走回去跟他握手 這個是不是單止打破會撤換林鄭的傳聞這麼簡單呢 還是有其他的意思呢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林鄭已經不停被建制派的消息人士出來說 說他民望已經跌到趴街 基本上無法再輸 因為低無可低 於是中央想利用林鄭的剩餘價值 來推行23條的立法 我們檢視一下林鄭的任期 他由2017年7月1日上任 未到兩年的時間 腳頭非常之差 就已經出現了反送中的運動 目前來說 他的餘下任期 假設他不再連任的話 還有兩年半的時間 絕對是足夠他去推行23條的立法程序 到底是否真的由他來操刀呢 我們拭目以待 不是沒有可能由他搞 好了 我們說回葉國謙還說公務員是國家幹部 這些言論 魔鬼就在細節當中了 當然我相信這番言論 並非葉國謙的個人意見 因為這班人都沒有什麼自由意志 相信他是一個全聲筒 我們再看《人民日報》今天的評論員文章 就可以反映得出 葉國謙的那番言論 其實都是配合中央的主旋律來起舞 這篇文章怎麼寫呢 他又說到 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和公職人員 應該自覺維護中央權威 承擔治理責任 香港、澳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應該堅持將維護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以及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 有機結合起來 兩者不可分裂 不容對立 這個言論已經很明顯 跟葉國謙的那個非常相似 都是說有關公務人員和公務員的團隊 到底葉國謙在電台節目中說什麼呢? 他說到香港公務員應該愛國愛港 因為習近平在澳門講話的時候 也讚揚到澳門政府是由愛國愛澳人士組成 他建議一些高級公務員 除了要認識基本法以外 也要對於憲法有所理解 他說因為在廣義上 公務員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的國家幹部 而考核基本法和憲法 應該作為晉升的考核其中一個環節 確保公務員對國家法例有足夠的認識 那些意見是不是很相似? 好了 我們逐點來去駁斥和分析他講這些 為什麼我說魔鬼在細節當中呢? 當葉國謙說到這些人是國家幹部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一下 其實大陸的公務員體系 是實踐一件事 就是黨管幹部的原則 什麼叫黨管幹部原則呢? 其實就是確立了黨的領導 在幹部人事工作當中的重要體現 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履行黨執政使命的重要保證 就是中國共產黨 那你是不是要把香港的公務員團隊 染紅呢? 你搞這些事情 而且大陸的公務員體系是說什麼? 是要講求黨對公務員團隊的 集中統一領導 你實際上就想染紅這個公務員團隊 香港的公務員系統 講求什麼? 講求政治中立 為什麼你這個時候又突然之間要說 香港的公務員在廣義底下 就是屬於國家幹部呢? 你是否意有所指 你是想滲入那些私貨 進入公務員體系統裡面 是嗎? 你是否想每個部門 都好像大陸一樣 爭設黨委書記呢? 實踐黨管幹部原則 還有 你根本上這樣再搞下去 其實就是把一國兩制這塊遮醜布 就是拔走它 你完全就是想把公務員系統 納入這個黨國體制 如果你說不是 你要出來否認 如果不是你搞來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說香港的公務員 是這個國家幹部 你如果不是想把他染紅 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對不對? 再說 他就說公務員應該是愛國愛港的 但是這樣 當你去面對那些異見聲音的時候 比如說有些公務員想出來搞集會 當時罵得肺肺揚揚 又說要講求政治中立 擺明就是輸打贏要 別人要提出一些異見 批評你特區政府 批評你這個搞逃犯條例的修訂的時候 你就叫他們政治中立 到若無其事的時候 就叫他們要愛國愛港 根本上你是龍門任搬 最終來講 你搞政治中立 其實就是要站在中國的立場 中共的立場 這樣就為了中立 你們的中立就是這樣 實情就是這樣 根本上我們來看公務員的守則 第二段說得很清楚 公務員隊伍就是一支常設誠實 用人為才 專業和政治中立的隊伍 下列的基本信念 對公務員隊伍保持廉潔守正 誠信不安 是至為重要 這些信念既是良好管治根基 亦有助公務員隊伍取得 並且維持公眾對他們的信任和尊重 公務員要確守什麼的基本信念 堅守法治 誠實可信 廉潔守正 行事客觀 不偏不矣 政治中立 對所作的決定和行動負責 以及盡忠職守 專業勤奮 沒有一條是說愛國的 不如你改了他 不如完全在公務員守則裡 沒有說愛國的 是說政治中立 什麼叫政治中立 就是完全不理會這些 現在你說不是 如果當他去搞集會的時候 就要政治中立了 但是現在你又要愛國愛港 那你想怎樣 最終你想迫使那些人 全部變成一個愛國的團隊 是不是 那你改了他 不如將公務員守則 跟所謂警例一樣沒有用 你都不遵守 好了 第三件事 他就說進升公務員的時候 應該考核他們憲法和基本法 那你搞這些事幹什麼 本身現在新的公務員入職的時候 他本來就已經要考了這個基本法 對不對 你現在又要再進升的時候 又要考多一次 你考這個憲法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憲法和基本法 根本上是規限政府的 它不是規限人民的 不是 憲法是用來規限一個政權的 不是用來限制人民的行動 反而是保障人民的權益 你考這麼多這些事幹什麼 剛剛 當然葉國謙在這個節目當中 最後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應該加強愛國教育 這一點上我就欣賞你了 葉國謙你夠誠實夠坦白 比那些在立法會裡面的建制派議員更好 包括這些蔣麗雲 梁美芬 李慧琼 口口聲聲 整天就要加強這個中國歷史的教育 實際我們多次踢爆 你想教的並不是中國歷史 你是想令到那些學生 從所謂學習中國歷史的過程當中 是令到他們愛國 那你不如直接搞這個愛國教育就可以了 用不著在那裡 遮遮掩掩 油泡琵琶 半遮面 整天在那裡考納名目 最終你也不是想搞中市教育 當初你搞通識教育的目的 你也是想洗腦 你也是想令到他們愛國 誰不知在執行上走錯了方向 那些老師不夠配合 那些教材也不夠配合 所以你現在就要掀制那些老師 打壓他們的教材 好了 現在又要搞中市教育 神祖叫你不用搞 直接撕破畫皮 搞那麼多事情 你就是想搞愛國教育 你就不該搞愛國教育 就為這一點證明 國民教育也不用說這四個字 直接說愛國教育就可以了 就是愛國主義教育 最正式的詞彙就是 不要在那裡遮遮掩掩掩 搞那麼多事情 什麼國教 你想洗腦 你就說洗腦班 不需要再在那裏 非常令人討厭 你想做什麼 你就直接說 市民自然會有反應 如果市民沒有反應 就他們活該 你這些傢伙 你夠坦白 但是最終來說 我就完全不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呢 在2019年這個時空 行政會議成員 經常可以自己走出來 發表個人意見 我不是說要剝削行政會議成員的言論自由 而是在港英年代 和特區政府的首兩屆的時候 行政會議成員一向都是保持低調 極少會走出來發表他們的所謂個人意見 因為當一個行政會議成員 他有這個公職身份的時候 他走出來說話 就會令人誤解到底他是用什麼身份來發表意見 是不是用行會成員的身份 是不是代表行會的意見呢 所以以往的行會成員一向都是非常低調的 現在就不是的 沒有規沒有舉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不成文規定 你可以當這些所謂君子協定是垃圾 沒有所謂 雖然現在你就搞到污煙瘴氣了 葉國謙又出來說話 葉劉又出來說話 分分鐘他們的說話之間 是有矛盾也不奇怪的 那你還搞什麼行政會議 對不對 怎麼集體問責呢 浪費了 麻煩你解散一下 這班人只在這裡出糧 林鄭也幫不了你了 對不對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